因為它是高空畫是不容易的 因為一般看法可能平面畫完再掛起來這樣 有可能 它這個高空畫是不容易 而且要把原來塗掉再畫 而且時間那麼趕 大家那麼主播 那個畫師的壓力應該很大 不過我覺得 反正名字在那裡 你知道是我嗎 對 還好啦 還好 還好 我們不完全像 昨天我有說 因為原來看草圖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白鮮湧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白鮮湧是誰了 不知道台北人作家那是白鮮湧 不得了 所以你的廣告效果是不錯 那我覺得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直到的就好了 頭髮可以多一點 頭髮多一點 有一點像白鮮湧年輕的樣子 也有 對我也有一點像我的樣 那個領帶就像 還有那個 那個 嘴那邊 我覺得鼻子嘴比較像我 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直到的就好了 頭髮可以多一點 本尊出現 只是看來有點傻眼 葉原汁的看板 原版其實長這樣 寫下聯合政府2024 旁邊一個大大的柯文哲 不過藍白破局確定 葉原汁看板不用換 敢用畫的 成功巧惹話題 不完全像 但是 看板因為有你的畫像關係 這看板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板橋地標了 然後他在Google map上面 已經有網友把他訂一個名字 叫做葉原汁看板 原本被開玩笑 稱是藍白河最大受害者 但這看板成功讓路過人車 不想多瞄幾眼都不行 和趙超康雖然壓在柯文哲上 但還是向白銀遞出感染汁 哪些部會是可以給你中打 如果選上的話 我覺得現在都 談這個都言之過早了 到時候還要協商的 只是說這是一個誠意 表示說好的人 政府都會來拜託他來用他 位置如何分 也要非律先上才有得談 趙超康自從擔任副首後 議題聲量的確好不少 下一步更要剃口 在學校的失分討回來 以正式登記為候選人 就不能在上課時間 進校園談政治 團隊還在思考是要改談創業 談經濟或是改地點 畢竟藍軍歸隊已差不多 若真想贏 沒有年輕人怎麼行 聽說你們回中開語 金北成本道